你知道徐晓鑫為什麼他 這幹嘛小學生吵架 這兩個 第一個洪志願這一個睡袋 就讓國民黨52個立委就是很害怕 沒錯 他怕說是不是民進黨要發動棋席 說昨天晚上就要去佔據主席台 因為如果你這麼做的話 國民黨他整個晚上都必須要在立法院度過 沒錯 所以他們就是要關心這個睡袋 這個來龍去脈 第二個 徐晓鑫為什麼要跳這個戰場 他是有目的的 根據我對他緊密的觀察 哎呀 他要去洗印象 因為他這幾張照片 他過去在立法院的照片 已經打動到很多藍營的人 也覺得太離譜 你說 哦 徐晓鑫開會 不只帶給陳昌明勾過彼死的枕頭 還弄被子 這件事已經對於即便是藍營的 都覺得他不尊重立法院 所以他只好去強化洪志願戴睡袋的印象 沒錯 他故意要把這件事情硬塞在洪志願頭上 他在板子裡面後面睡覺 這件事誰忘得了 沒錯 因為你看他戴這個所有彼死的枕頭 看起來很可愛 對 會讓你覺得你是抱一種玩樂的心情去立法院 對 你的薪水是整名納稅人前領的 薪水小偷 你去立法院上班 你是去玩嗎 自備一輩子 枕頭 睡到你看這邊黑色的這什麼 睡到腳直接朝天了 腳是靠著立法院的牆 對 你睡成這個樣子就你現在去挑睡在這個室 然後洪志願就解釋 因為他腰不太舒服 最近腰不太舒服 我只是拿個柔軟睡袋 放在異常的位置上 放在位置上而已 我可以來靠腰 然後順便拿一下抽屜裡面的徽章 結果徐曉昕一直說他要睡主題材 睡主題材 然後徐曉昕還去留言喔 腰不舒服就拿靠腰 要睡覺誰拿睡袋 偷偷摸摸鬼鬼睡睡 我們都看在眼裡啦 徐曉昕吵架就算了 他去留言挑釁 沒錯 他挑釁就洪志願就回家 那你這個睡到四腳朝天是靠什麼 靠背嗎 因為剛剛講他腳直接就靠在 大家笑歪了一千多個讚 徐曉昕這才兩百多個怒 然後洪志願還為了大家許姓怡 他還特別發了一片脆 上面直接把圖弄出來 國民黨做為一個宣傳自己胸懷大陣 力致要反攻大陸的政黨 居然連一個睡袋 就可以讓國民黨變成驚弓之鳥 講公應該會被兔子孫搖頭 你看這椅子因為很大張啦 如果他坐進去的時候 這邊會空掉 會需要一個比較大的枕頭 卡在這一邊去靠住他的腰部 所以這張照片很明確啦 沒有要睡在主題材 要靠腰 那為什麼徐曉昕要打這個 因為他很不希望這張照片 繼續的流傳 這些都會成為罷免徐曉昕的時候文宣很重要的素材 我基本上是這樣子覺得徐曉昕確實很害怕 但是呢 他呢 本人裡面 越害怕就越狂暴 是 因為你看貼得滿滿的 仇恨值很高嘛 對 然後中心的話他也沒那麼穩 連邱鎮君都還沒貼滿 邱鎮君是把鋪馬丟下去的 許可欣你滿成這樣的 然後現在呢 不是講說還要休選爸爸嗎 對 2月1號以前不曾有動作 對 他已經開始自保了嘛 然後他在臉書裡面也講了 我要主動出擊 對 我的戰場在街頭 我要國會改革 他其實害怕 而且已經有備戰了 但是 我不會有講過 蜜歡 是拼臨絕種的動物 要保護 自己會把自己搞死 會把他搞死 可是你知道蜜歡的麻煩在哪裡嗎 曾經有一個知名的野生動物學家 叫做布萊恩瓊斯的 救了一隻蜜歡 想說蜜歡太危險了 我要把牠保護起來 是 把牠放到南非的動物保護專區 給牠做得好好的 結果蜜歡是沒有辦法 被保護的 牠就一定要鑽出去 挖地洞 咬開門栓 隔壁有隻獅子 是 牠就硬要過去 第一次過去 弄得滿臉血 等一下這是事實嗎 你講是真的嗎 真的事實 這叫蜜歡 然後第一次呢 滿臉血 滿臉血 但是獅子也被牠弄得滿臉血 然後牠們就看到 還加了電網 牠還會挖牆過去 然後第二次在去的時候 回來之後 趕快把牠救下來 被獅子追著打 是 然後在動物醫院 躺了兩個月 所以就是我們古代講的 不早死就不會死 對的 所以徐曉星呢 你就看到牠確實緊張 可是牠緊張的話呢 牠沒有任何的理性的行為 讓牠說 也許降溫吧 也許這個 跟謝國良一樣出國去吧 反正馬上要修會了嘛 我跟你講 紅色彈脾氣真的很好 我直接我被小孩問 我就問 乾你什麼事 乾你坡事 乾你那事 就是 我拿睡到你乾你那事 你有被子有枕頭 我紅色彈那個睡袋怎麼了 如果紅色彈這樣講 徐曉星照樣發一被 看紅色彈被我踩了 這就是徐曉星 是 所以牠其實就是 牠的本性 牠的特質 牠現在呢 就開始呢 乾脆跟你火車對撞 撞到最後 再說 因為牠的本性 牠的本人 就是就這樣子 而且呢 事實上坦白講 牠今天到這個局面了 已經沒有回頭路 一定是對撞 我們從選舉來講 怎麼會沒有回頭路 你好好做個人類很難嗎 很難 真的很難 很難嗎 已經過了那條了 這個叫做過了臨界點 他一定會被啟動發變 你做一個正常人類 跟人類的互動很難嗎 那個是 你每一句都要挑釁嗎 先前在很多時間點 不是青春期才犯的錯嗎 這個不是青春期 這是蜜環 所以徐曉星是過人的條件 包含是我們講的 現在罷免她的粉磚 都已經出來了嘛 那這個情況之下 徐曉星害不害怕 一定比葉仁智還害怕 是嗎 當然害怕 不然哪有 葉仁智有啟動宣傳者吧 葉仁智連站入口都沒有 對啊 他是緊張的 但是越緊張了 他的血液越糞疼 是 這張宣傳數越高 還記得 徐曉星昨天質詢 左龍泰嗎 他斟酌在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的公文跟臉書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兩件事 一 你圖卡有說人事空轉 你的副意涵沒有 第二件事情 你有說無差別調查 可是你的臉書 臉書有說無差別調查 可是你的公文沒有 我們昨天在那邊講 如果間你的臉書寫的公文一樣 小編會被我開除 如果我的公文寫的跟臉書一樣 我的辦公室主委會被我開除 這兩個本質上就不一樣的事情 結果范雲也是無聊 把他比對出來 有啊 人事空轉 在這邊一大堆我不講 然後 無差別調查 有啊 在這個理由說一大堆我也懶得講 就是 本來就是要用文周 就是公文一定文周周 一定要不要嚴謹 所以為什麼小編 總要斟酌在這些無關幾要小事 而且還沾沾自喜 覺得自己炒贏架 說 就是這麼樣大家都知道 都提到了 那就好啦 我們走啦 但幹什麼啊 范老師 因為他不夠專業嘛 所以他不能針對專業的問題提出質疑 他就只能找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臉書跟公文不一樣 對 這個小小東西嘛 不一樣 我就給你麻煩 就批評你 可是他也不曉得有什麼意義啊 就是覺得還要跟你吵架 純吵架 你說洪山汗那個睡袋 如果說因為用了五年都沒有洗過對不對 是 洪山拿去立法院 把他摊開來 有意味出來了 那你徐曉星你去抗議 你去反對 那我可以接受啊 你怎麼是徐曉星也不坐洪山旁邊 對你不坐他旁邊 你有鼻屎的枕頭都爆了 對啊 很無厘頭的吵架 他說我們走的時候 其實他旁邊也沒有小弟小妹 他就一個人說 好啦我們走啦 其實只有他一個人 可是我覺得覺得 大家都會認為他很酷性 就是說我一定不會被罷掉 選區很簡單很難 可是我覺得未必 未必是鐵板一塊 不然宣傳車為什麼 對為什麼他放那邊 這是要花錢 對 許淑華在這次一月份的立委 他還是拿到了七萬六千多票 許小新拿到八萬九 只不過贏了一萬三 大家知道不會贏嘛 可是還去投喔 還是有熱情去投喔 可是如果這次罷免許小新 有可能贏的話 我跟你講這七萬六千 一百一十三票投給許淑華 全部會出來 對 而且很多本來想說 只要七成他就會 對 只要七成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選區的選舉人數是 二十三萬四千八百一十六 如果要過的話 我罷免要過 要四分之一同意 幾票 五萬八千七百零四喔 沒錯 許淑華只要八成的七成 七成今年一月有投的人 進來出來投 他就會過 對 所以我必須要講 許淑華為什麼會緊張 因為許淑華的支持者 看到有機會罷免成功 我跟你講搞不好 到時候罷免票 都會超過許淑華 拿得七萬六 對 八萬甚至九萬 所以我不是要講 這個地方 其實真的不是鐵擺一塊 民眾對許淑華的憤怒值 已經到了臨界點 到最後罷免的時候 投許淑華的那些人 爬著也會回來投罷免這些票 因為他們覺得 是有希望成功 而且成功的 他們會覺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而且他們做了一件台灣人 大家都想做 而做不到的事情 中信區的選民 這是你們好好向全台灣民眾 交代的一個最好機會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